黑衣男子走进骑楼打电话 附近埋伏的便衣远警立刻小跑步上前抓人 原来他是诈骗集团的收水手 正要联系附近车手状况 就被警方逮个正着 而同一时间车手背着包包 前来跟被害人收款 两人话讲到一半 正要准备拿钱时 远警见机不可施 火速上前表明身份 当场查扣犯案用的手机 两人狼狈落网 一前一后被带进警局侦讯 受罢在新北板桥 任职于科技公司的无姓男子 日前透过脸书加入投资赖群组 对方出示假的交易平台网站 还有币商等资讯 并告知投资虚拟货币可以快速赚钱 原本无姓男子担心有诈 只投入小额资金 但对方初期都有返还获利 因此身心不疑 多次汇款加上面交 前前后后总共投入360万元 就当对方又再要求无姓男子 交付200万元投资款项 两名就读大学的女儿发现不对劲 怀疑父亲被诈骗决定报警 吴先生依照远警的建议 约出诈骗车手及监控收水手 远警在布局后一举成群 将21岁的赖姓车手 及21岁监控收水手 两人逮捕 王岐收水手原来还是诈骑通緝犯 全然将依诈骑洗钱防治法 以及未造文书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并渐行检查官积押 接下来 黄明君 陈冠宇新北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